狗是人类的朋友 如果说人与狗的关系 胜过了人和其他动物的关系 相信很少会有人反对 俗话说 儿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狗虽是食肉动物 但如果狗主人生活拮据 没有什么好吃的喂它时 它也不会离开主人 这就显示出 它们对主人的忠诚不变心 最重要的是 它们的存在 有时不仅仅是陪伴主人那么简单 在一些危险的时刻 它们甚至能够利用 它们那动物特有的第六感 救主人一命 画面中 这只大黄狗 本来安安静静地 躺在一边晒太阳 突然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竟发疯似地 撕咬着女主人的裙子 而女主人不但没有训斥它 还一个劲地夸赞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天下午 女主人闲来无事 就坐在树下晒太阳 它低头玩着手机 温顺听话的大黄狗 守在旁边安安静静 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突然 大黄狗猛地尖叫起来 似乎感觉到了 有什么异常危险情况要发生 于是 它开始向女主人走过去 连着叫了两声 可是 站在女主人的视角中 这时并未有什么异样 所以 女主人对狗狗 突如其来的打扰很反感 甚至忍不住 对它抱怨了几句 谁知 大黄狗不仅不听劝 反而又继续靠近了几步 她抬头看着主人 眼神里似乎带着一丝胶灼 突然 她灵光一闪 低头一口咬住了女主人的裙子 开始往后面拖女主人 似乎使出了吃奶的劲 女主人怕狗狗把自己的裙子咬坏 赶紧起身 狗狗往后退了几步 就松开了嘴 女主人气愤地骂了几句 然后又坐了回去 只见女主人还坐在了原来的位置上 继续玩着手机 大黄狗看见女主人又坐到那里去 于是再次咬住女主人的裙子 这次比起上次而言更加用力 女主人十分生气 大黄狗这次的力气十分大 让女人根本无法摆脱 她有些气急败坏地抓着自己的裙子 跟着狗狗往前走了几步 终于狗狗张开了嘴 松开了女人 正当女主人准备骂大黄狗的时候 她的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她立马转过身去看了一眼 发现原来自己刚刚坐的地方 居然从树上掉下了一个大树枝 掉落的那个位置 正好就是女主人刚才坐的那个位置 女主人抬头看了看 十几米高的大树上 突然掉下来一个大树枝 顿时感觉背后发凉 大黄狗想上前查看情况 被女主人赶忙拽了回来 女主人摸了摸大黄狗的头 似乎对自己刚刚的态度表示抱歉 随后她赶紧给老公打电话 诉说着刚才发生的这危险的一幕 自立行间 无不透露着对大黄狗的自豪 甚至还跟自己的老公说 今晚记得多买点肉回来 要给大黄狗补一补 这样一只聪明狗狗 实在是太通人性了 它几次三番地不顾自己的安危 也要上前去搭救主人 如果养到这样一只狗狗 真是主人的福气呀 狗狗在人类的生活中 充当的角色实在是太多了 有时候是英勇的骑士 有时候是暖心的陪伴者 下面的这个故事 虽说没有第一个故事那么离奇 但是却处处充满了温馨 画面中 一个奶乎乎的小宝宝正躺在床上 看那双滴溜滴溜的眼睛 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 它的身边躺了一只巨大的狗狗 两个家伙的身形一对比 宝宝的身体甚至还没有狗狗的头大 按理说 一般的家庭应该不会敢让这样的巨犬 陪在狗狗身边 但是这两个家伙却十分和谐 狗狗似乎很喜欢这个小宝宝 尽管小宝宝一直在发出叫声 但是它丝毫没有感到不耐烦 而是很耐心地陪伴在狗狗身边 时不时用它的脑袋蹭蹭宝宝 这样一个小宝宝 就算是成年人在面对它时 都有些不敢触碰 但是这只狗狗却十分熟练 动作也很轻柔 加上它身上柔软的毛发 给人满满的满足感 想必这也就是为什么宝宝的父母 能够让狗狗陪伴宝宝的原因吧 它就像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守护着宝宝 在它温柔的陪伴下 宝宝渐渐变得安静 这样一人一狗时不时对视着 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 狗狗似乎在说 小宝宝 你一定要健康长大哟 紧接着 狗狗又温柔地亲了亲小宝宝 似乎在奖励它 在狗狗温柔的陪伴下 小宝宝终于不再闹腾 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家里的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而这样美好的场景 在这个家庭中 每天都在上演着 到了后来 没有狗狗的陪伴 小宝宝甚至都不愿意睡觉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 宝宝渐渐长大了 也能够在地上爬来爬去 但是 它似乎很难掌握爬行的要领 这时 狗狗再一次上线 亲身为宝宝示范如何爬行 家里的大人 无不为他们的互动感到称奇 等到宝宝开始学会走路的时候 狗狗又充当着宝宝移动的拐杖 只要宝宝勇敢地往前迈步 总能在他的身边守护着他 所以 在宝宝成长的过程中 由于有狗狗的陪伴 几乎很少受伤 有一次 宝宝起床之后没有看到狗狗 着急地大哭 甚至连饭也不愿意吃了 不得已 爸爸妈妈只好告诉他 狗狗被爷爷带去散步了 可宝宝却执意要等狗狗回来才吃饭 当狗狗回来的那一刻 小宝宝高兴地立马冲上去抱住他的脖子 对于他而言 狗狗的存在是那么的独特 他们几乎24小时都待在一起 在狗狗的陪伴下 小宝宝一定会成长为一个温柔的人 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 他们还会创造出更多温馨的故事 其实狗狗自古以来 在人类的心中就有很高的地位 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普通百姓 都能随处可见狗狗的身影 这样的地位是狗狗们多年来的努力造就的 当然也少不了人类对狗狗的关怀 人与动物的情意 就是在这样一来一去中形成的 动物们的爱是伟大的 即使他们不会说话 即使他们有种族的区别 但是爱却不分彼此 也不分先后 无论是亲情般的爱 还是弥足珍贵的友谊 都不得不让人感叹 动物对人类的爱 早已超出任何现实 这些爱化作一条丝绸 紧紧地与人们缠绕在一起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 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